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9月4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最近两天可以说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和经济的形势 都是越来越精彩分成了 感觉真的是一个大时代要落幕 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启这样一种感觉 政治上的事件就是昨天开始 像胡锡进对李光满的中国正在进行深刻变革的文章 对这样一篇非常爆红的文章进行了批判 这个操作可以说让海内外的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 特别是那些关心中国时局的人 觉得胡锡进这样做是不可思议 李光满的文章是被从中央到地方的数十家官方媒体全部都转载 可以说非常罕见 我们想一下他这样一篇文章能被这么多官方媒体转载 没有最高层的受益 他是不可能这样发出来的 对不对 那么胡锡进为什么要反驳 要批判这篇文章呢 他是不是活力了 还是说他在代表什么一种另外一种政治势力 在发出声音 昨天胡锡进的文章同时也被微信限制转发了 那么这曲戏背后到底是在唱什么 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件事情 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经济方面的 主要是习近平的亲自宣布北京要成立政权交易所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已经有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 如果再算上香港交易所基本上就有三个了 为什么北京还要成立一个新的交易所 他这个定位和功能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这到底只是习近平熊安市的异想天开 好大喜功吗 还是说这背后啊 有新的经济或者是战略的图谋 或者说呢 是不是有中美较劲的影子在里面 是偷破封锁的一条路径 今天节目呢 主要聊一下这两个话题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主兵呢 胡锡进 我们大家一般叫他胡叼盘啊 他昨天开始叫板毛派的作者李光满 毛派啊 毛泽东派啊 昨天向李光满正式开炮 两个人是对决的背后啊 那么这四个细节 我觉得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其实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 第一个呢 就是胡锡进呢 他罕见的是换马甲之后来发表评论 我们知道胡锡进之前他发表评论呢 很多都是通过环球时报的官方媒体发布出来 但是这一次呢 胡锡进呢 他是通过他个人的社交媒体 就是微信公众号发表的这样一篇 非常有影响力的评论呢 而不是像他通常的做法 通过环球时报官方媒体发表 而且环球时报的官方网站 同时也是转发了李光满的那篇文章 李光满可以说 算是一个标准的谋派的文人 他的整篇文章里面都是充满了 毛泽东的那种民族意识 还有就是那种极权和左派的思想 极左的思想 他是原华中电力报的总编辑 最初呢 是通过自媒体发表评论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就是前两天我也讲过啊 名字叫做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这篇文章就说了 中共官方近期在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整治动作 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要红色回归 英雄回归 血腥回归 阻止这场变革的将被历史所抛弃 随后呢 几乎所有的国家媒体 网站都清一色的转转载 包括环球时报 接着呢 民族主义的小报啊 就是环球时报的主编 传播共产党声音的新号手 胡锡进就反驳李光满 他反驳的内容是什么 他说李光满是对党的方向的一种误读 这是胡锡进的一个定位啊 胡锡进在他个人的微博上发表说 李光满的文章对形式做出了不准确的描述 使用了一些夸张的语言 仿佛这个国家要告别改革开放 以及十八大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要形成某种秩序的颠覆 真的是要革命呢 那么这确属于严重的误判和误导 所以胡锡进就说 他这篇文章是一种误判和误导 是对政治形势的一种错误的引导 胡锡进还补充说 他在体制内接触到很多人 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私下场所 从来没有听说过 中国正在出现李光满文章所描述的政治动向 我觉得胡锡进显然是低估了目前这种政治动向的力量 他对目前倒车的力度 我觉得他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很多人说李光满的文章 是类似于文革开始之前呢 姚文远写的那一篇 叫做《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这可以说是文革的一个导火线 这个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这篇文章通篇煽动的是极左的情绪 就李光满这篇文章了 就是在为文革回朝做准备的 我们看目前在批斗资本家 批斗一些大老板 批斗演义界的人士 批斗公知 在打着一些旗号 没收有产者和富人的家产 对他们进行重罚 而且对那些大邪进行国有化 政治上也是搞个人崇拜 造神打压言论的空间 这些可以说就是中共建国的前30年 搞的一些什么公私合营 打土豪分田地 反右以及文革 这几个政治运动的一个合体 就这几个政治运动的影子 在现在都可以看到 你看公私合营 对不对 这些年鼓吹的就是国进民退 同时了国企入股民企控制民企 这些其实就是公私合营的一个变种 打土豪分田地就不说了 你看现在这些大企业 腾讯拿出了1000个亿 昨天的阿里又宣布拿出1000亿 还不包括他之前被罚的180多个亿 所以大家算算这些大企业出了多少血 这还只是开始 还有你像郑爽动不动就罚个1.9亿 对不对 还有一些大明星 这都是打土豪分田地 还有你说反右以及文革几个活动 为什么说是他们的变体 就是都有他们的影子 就是他们的合体 只是还没有发展到像文革那样 烧古董烧字画 破似旧 批斗父亲母亲 对不对 批斗老师 搞大串联 还没有发展到内部 还没有发展到随便把一些学术权威 科学家或者是什么有影响力的人士 把他抓出来 用私刑 批斗之死 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而已 其实具备了文革的基本特征 所以胡锡进显然还非常幼稚的认为 现在这个体制还是邓小平开创的那种开明的专制 其实早不是了 早不是这么回事 习近平可以说已经将车倒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极左专制的时代 胡锡进显然是没有看清楚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或者说他站队现在是站错了 所以正像他这几天所担心的那样 他的未来一定是被这些极左的红卫兵小将们将来是批斗打倒 他前几天在微博上说他说想到有一天他也会被清算 感觉下料了 他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那天肯定会到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个细节就是微信阻止了大陆网民分享胡锡进的文章 同时也隐没搜索结果中的你光满账号 微信认为胡锡进的文章太有争议性 不适合大规模的传播 有中国网民在胡锡进的文章下面留言说 说老胡这一次你需要解释 为什么这么一篇在你看来不准确的文章 会让人民网 新华网 央视网 中国军网 光明网 包括环球时报的电子版环球网 在29日集体转发了 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工作人说了 只有在中共高层宣传部门的同意之下了 才可能让包括像新华社 环球时报在内的主要国家媒体 网站同时转发一篇文章 过去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像李光曼这样的毛派文章 可以说并不罕见 但他们通常都被限制在边缘地段 没有进入主流 那么这一次他登堂入室 被各大官媒集体转载 可以说就是一种政治风向转变的一个信号 这是第二个细节 第三个细节是 中共国家媒体机构大规模转发 李光曼的文章中 还刻意删除了一些内容 比如说李光曼就说 演员赵薇和另一位女明星是社会的独流 同时将低级出行和马云的蚂蚁金服等曾经受宠的中国公司 描述为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他认是大买办资本集团 这样的描述可以说也只有在文革和毛泽东时代才出现过的 什么人民的对立面 大买办资本集团 国家媒体重新发布的版本中 就没有这些内容把它删了 可能是觉得这太极左了 对不对 这个太超乎人的意料 容易引发社会的恐慌 年具有中共官方背景 总部位于北京的多维网 也在周五也就是9月3日撰文批评说 李光曼的文章是迎合了中共官方的治理需求 但同时也充满了文革式的语言和腔调 充斥着文革阶级斗争批斗的色彩 带有极其浓烈的极端民粹主义的情绪 需要防范和警惕 这是第三个细节 第四个细节 就是胡锡进和李光曼的两篇文章 其实都在拥护共产党的共同富裕的说辞 都同意这点 这点他们是达成共识的 那么这是共产党试图宣传 他们在社会上更好的分配机会和财富的一个口号 要是分歧了这两篇文章的不同 仅限于语言中的革命的言辞 而不是镇压的合法性 他们都同意镇压的 胡并没有提出对中共打压行业的任何意义 觉得打压这些行业 这些资本是应该的 这是胡锡进和李光曼共同的地方 不过中国内地的网络出现这两篇 对共产党打击科技教育和娱乐行业的对决的文章 的确也是引发了公众对中国发展方向的一个更广泛的讨论 以及中国是否正在走向文化大革命动荡的一个担忧 就是引发了这样一些情绪 当年就是由中共的党魁 毛泽东先授意江青在上海的文汇报 发表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非常有名了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八关 先来打造舆论 其实毛泽东是授意的 然后才发起文化大革命 这是中共搞政治运动惯用的一个套路 这一次是不是会是历史的重演呢 中共体制类的开明派是在堂壁挡车吗 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第一件事 今天要说的 第二件事就是9月2日 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全球服务贸易交易峰会上 发表致辞的一个演说 他就强调说 中国将提高开放的水平 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的成果 他说了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深化新三板改革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 打造服务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主征定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一天 习近平突然宣布深化新三板改革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打造服务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证定 就是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主席 而不是国家总理宣布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是非常奇怪的 虽然他当小组长当得有点上瘾 那么这也是继上海深圳之后 可以说中国第三家证券交易所 在美中脱钩之后 中国觉得他们必须做大类循环 需要依靠中小企业撑起类序的市场 用政策来引导资金 往实体制造的中小企业倾斜 所以成立新三板可以说 是体现了中国资本困境和消费的一个困境 绝路想逢生 但是是否逢生还不一定 中小企业他们觉得不能到外部去融资了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上美国融资的路 也是被封死了 同时国内的实体生产和消费 也是出现了大问题 需要扶持这些中小企业来应急 在北京成立中小企业股票交易所 首先说明搞了这么多年的新三板 基本上是失败了 我觉得 这次北京证券交易所 它是要把2015年沉淀在新三板的中小企业 把它们在资本市场上的连接 再往上拉一层 那么这样就能形成 深圳上海到北京的三个证券交易所 之间的档次的差距 把它定位拉开 上海相对来说是有规模 规模比较大 而深圳来说是以创新为主的企业 北京就是嫁接了新三板 以中小企业为主 又带有一点点实体创新的规模 北京证券所可以说针对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 因为当初新三板 它是针对相对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设立的 政府给你一个平台 挂牌跟资本来对接 这是当初新三板喊的口号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做到的 所以当时新三板的官员 是后来全部下台了 过去很多人在新三板是被宰了一刀的 每家公司你要挂新三板 基本上都要花几千万人民币的钱 有几万家是挂在新三板下面 最后钱都是白花了 打水票了 中小企业先是因为土地 劳动力成本上升 可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 他们又听政策的 听政府的去挂新三板 结果再被黑一次再一次 所以在中国的中小企业 尤其是制造员 其实也是蛮可怜的 我们知道现在都在提共同富裕 其实它就是重新分配财富 做了动作 它不是要给你跟我看 不是要给大企业看 它是要给相对比较小的 中下层的中小企业给他们看 共同富裕 这样资金是赶往中小企业 昨天你像阿里巴巴集团 将捐一千个亿人民币 来呼应共同富裕 其实这就是把这一千亿 交给中国政府 去就所谓的讨厌阿里巴巴 觉得被阿里巴巴剥削的一些人 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 中共可以说正是 它是民事或者是暗事在告诉你 它要共同富裕 渐进式的重新分配财富 我政策已经开始动了 我政策能动 就是法规改变 法律方向的改变 我政策 政交所资本都在改变 就是要打击大企业的垄断 发展中小企业的一种策略 所以它这个设立政策交易所 北京政策交易所 其实也是做给一些中小企业看的 做给民众看的 目前可以说也是中美脱钩是加速 中国是准备搞内心化和美国脱钩 那么这基本上要依靠中小企业 但是问题是 如果真的和美国脱钩了 你这中小企业依靠国内的市场 是否能活得下去的问题 中国觉得像韩国三星这样的大财团 做到大而不倒了 对国家政权是一种威胁 甚至是当国家的重要的疫苗 都需要三星的负责人 从脑里面出来斡旋才能做得到 在中国他们认为这是笑话 中国绝对不要出现这么庞大的企业 这是中共的一个共识 他们肯定是害怕的 像三星这样的财团 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所以中国压制一线的大企业 像阿里 腾讯 滴滴 对不对 蚂蚁金服 希望鼓励中小企业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就是对打击阿里等垄断集团的 另外一种回应 你这些大企业如果做的不是互联网 如果做的是制造业 可能它还会给你网开一面 鼓励你发展 他们要走所谓的什么德国模式 我看最近都在提德国模式 其实就是制造业立国的模式 如果要走互联网 可以说过去的模式是能者为王 一个成功呢 可能倒掉一万家企业 我们想想像阿里的成功 特别是像腾讯的成功 对不对 它干掉了多少个中小企业 把别人的创新创意软件 拿过来一抄袭 利用它广泛的平台 然后迅速的做大 然后原有的创新的企业被击垮了 这就是腾讯阿里崛起的一些模式 可以说 这也是为什么官媒针对阿里说呀 有一句话非常耐人雄伟 说一经诺万物生 那么是不是说 腾讯阿里这样的企业落下去了 万千的中小企业就能成长起来 可以说目前像阿里 腾讯这几家已经足够大 可以对抗外国企业 这个时候放缓他的脚步 就开始要求共同富裕 里头牵涉到的股份管制监管 可以说也是非常复杂的 他的钱要尽量往中小企业去 才能创造本身的类循环 这是中共政府的一个引导 也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至于是否能实行 这个还不一定 习近平可能已经意识到了 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类似动力 特别是制造业和消费 目前中国有1.4亿个市场主体 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他们觉得这才是中国对抗 美国打压封锁的主力军 这才是类循环的基础 但是目前外资和民营资本 基本上都是人心惶惶 连和中国勾兑比较深的华尔街 一开始批评中国政府了 之前索罗斯批评中国政府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 说一旦外资不看好 那么一旦外资不看好中国市场 民营资本现在也是夺路而逃 人人惶恐 那么北京成立交易所 会像新三把和雄案一样 成为一个新的烂尾工程吗 我们拭目以待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 阅读可以说是一门终身的修行 我们应该是活到老学到了 但是现在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 我们很难完整的读完一本好书 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 读不懂或者是很难坚持 所以结果都是看几页之后就半途而废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 那就是听书 特别通过听财经类的书 来培养我们的财商 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 实现财富的增值 经过我们团队精心准备 我们挑选了一百本书 这些书都是千百年来 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好书 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 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 还是想规避风险 在投资中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这些书都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精品 经过我们的改进优化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还推出了选书功能 由大家来决定每期更新的书 每期更新的书将由粉丝投票选出 保证我们的书都是大家喜欢的 并且是适合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周就能读完两本书的精华 通过365天的坚持学习 就能让你财商迅速的提高 更加接近财务自由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 很难坚持 但现在如果能让你免费加入 并且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那么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现在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推出了100天读书的计划 只要加入读书会 每天坚持读书打卡 打卡满21天 将返还15%的会费 打卡完100天 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你就是说坚持学习 你就能免费加入读书会的学习 从现在开始 加入读书会的用户都可以参与 不过我们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活动 用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也可以通过评论区 以及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加入 关于读书计划的详细规则说明 我也放在了评论区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我们不见不散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们频道 转发 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